一切众生都可以理尽的 我跳一张幻灯面给你看 长不清菩萨 你有没有想过 当然在家居室看到出家中要顶礼 请问出家中看到在家要不要顶礼呢 有人就回答不一样了 第一个你玩身文律你说不需要 第二个我问你 假如你遇到了观世音菩萨你要不要顶礼 他是在家中啊 你是出家中啊 你要不要顶礼呢 当然要啊 你连观音菩萨都不顶礼的话 我一定打你的啊 太傲慢了 问你 你若遇到唯摩诀居室 你顶不顶礼 当然顶礼啊 假如现在有个阿罗汉人在面前 我一定顶礼他 为什么 他是圣人啊 所以听好在圣文律里面讲 在家居室要顶礼出家中 是要培养你对三榜的信心 但出家中不可以因此 而掌养我慢的心 你是在家居室啊 顶礼啊 我跟你讲 你讲这个念头的时候 你就是一个不如法的出家人 你根本不知道佛讲的真正妙法 你只是拿在家要对出家顶礼这个地方来呢 要求别人而已 你根本没有功德值得人家顶礼你啊 那有一个问题 就说 那在出家中 在家要拜出家做师父 一戒律梯度 那出家中可以拜在家做老师吗 在大乘里是可以的 常不清菩萨 在金刚阵里面 什么是你的老师 不论在家出家 只要他证悟了 都是你的老师 比方说 刚伯巴大师去拜密勒日巴 密勒日巴是在家人的 刚伯巴大师是比丘啊 他顶礼他啊 所以听好 学佛法要有智慧 不是拿着一个戒律 去压死所有的人 这一点是我想要说的 否则的话 你认为你讲的很有道理 但事实上 不是这么一回事的 了解吗 所以 看回来祭宋 我们对一切的众生 都要有恭敬心 恭敬是在你的内心而说的 对不起 我刚才讲到第几瘦 第几 136 对不起 因为我的电脑突然跳掉了 所以 我找不到 抱歉 136 对不对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恭敬心 以往皆已出 一切众生 他都会成佛的 所以你不要去看清别人 你的心 恭敬心 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了解吗 所以 礼敬诸佛 是讲 调伏你内心的 我慢跟我直 恭敬在内心 至于要不要对他礼拜 要看场合 了解吗 所以也有老菩萨说 人家对我礼敬 无福 消瘦 人家对我礼敬 我也对他礼敬 所以没有说 不然华严经 十大愿望 第一个为什么要修礼敬诸佛呢 好 请看下一页 七十页 一百三十七颂 如三世诸佛 说法之一世 我经释迦牟尼佛 也是说无分别法 无分别法是指 圣异地的智慧 一百三十六 诸佛新出世 都是非常的遥远 要遇到佛出世 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难的 纵使佛出世 要听到佛讲 妙法莲华经 说是法复难 是法就是指 法华经的法门 那就更难更难 因为佛呢 他会讲 适合这个世界众生修行的方法 所以佛讲的大乘佛法 每一个人都可以修持 假如大乘佛法 众生不能修持的话 佛呢 就不会为这个世间众生而说 一百三十九 无量无数节 闻到这个妙法莲华经的法门 也很难 能听到这个法的人更难 这个人呢 是非常要有善根的 有一个连友问我说 师父 请问哪里可以讲到 华语的妙法莲华经整套 我也不知道 新加坡我不知道 你去菩提长青问问看 有很多的问题 你们应该去问菩提长青的老板 他是卖佛像的 卖CD的 对不对 有很多东西那边都有 待会我会介绍 要听到整部妙法莲华经 你上网看看 佛陀教育基金会 台湾我记得法师有讲 妙境老和尚 唯妙的妙 静是那个静界的静 妙境老和尚有讲整套妙法莲华经 在正觉经社 一次结下安居三个月 他花了两次六个月 把整部妙法莲华经 全部讲完 不过他讲得比较深 他不像我讲 我讲得比较浅 还有图画 还要带唱歌 还要叫你打坐 还要问你的问题 他们是老和尚 不做这些的 所以你听他呢 希望要有耐性 看140诵 佛讲这个法 像幽谈菠萝花 幽谈菠萝花就是一夜开花 我们讲昙花一现 一切呢 天人都非常的爱要 天人呢 都觉得呢 讲这个法门啊 佛听考 任何一尊佛出世 讲法华经 只讲一次 不会讲第二次的 叫幽谈菠萝花 佛讲般若经 不管大般若小般若中般若 佛会苦口婆心一直讲 讲了二十年 二十二年 可是法华经 任何一尊佛出世 就只讲一次 讲完以后呢 讲涅槃经 佛就灭度了 所以是非常非常稀有的 叫百千万劫难遭遇 所以天人所稀有 时时乃一出 看141 闻到这个法 欢喜或赞叹 乃至于发意言的话 这表示 或者你曾经已经供养 过去现在未来诸佛的话 那你这个人才会有善根 世人甚稀有 你能够闻到这部经 是很有福报的 你若有欢喜心 继续修持 那更有福报 那当你将来成佛的时候 你也一定会发愿弘扬 妙法莲华经 因为你依这部经 而得到很快速的功德 佛在后面品 我们讲的是第二章 佛在后面也有说 我在无量节行阿僧齐节 无量阿僧齐节行菩萨道 佛他说 他学过很多很多的法 八十八佛灿伟文 也是释迦牟尼佛修过的 他也弘扬过 可是呢 最殊胜最殊胜的法 其中一部啊 就是妙法莲华经 他因为修法华经 所以他的功德 一念顿超 无量百千万亿节 所以他贤结第四尊佛 所以法华经功德是很大的 至于那些不喜欢的人呢 那你就不要去跟他辩吧 你修你的 我还是修我的 因为我相信佛讲的话 世人甚兮有 胜过那个一夜的忧堂花 所以请看 幻灯片 所以佛陀出世 就像滚滚红尘的 当中的清净莲花 莲花为什么输胜 它是从污泥当中而输胜的 假如莲花把它剪下来 擦在佛堂里面 用干净的水 三天它就哭掉了 所以真正的修行 不是要清净的地方 三千大千世界 每个地方都能修行 最重要你心中要有法 要有戒定慧 要有文师修 对不对 你看莲花 它才能出污泥而不染 所以这个就是值得 我们学习佛陀的精神 再看下面七十页 一百四十二颂 七十页 科判子五 颂不须为下 无须忘 辟本 无须忘辟本 请看七十一页 一百四十二颂 所以释迦摩尼佛苦口佛心说 如等啊 语会大众啊 不要怀疑 我为 我 释迦摩尼佛 为一切三千大千世界的法王 我用广大的音声 告诉上到半天 三十三天 下到地狱 一切的这个众生啊 佛真正是用一称的佛法来度众生 而至于佛教你要行菩萨道 或是声闻跟圆觉啊 那是不得已的善巧方便 看一百四十三 如等舍利佛 与会的声闻大众 菩萨大众 当知道是妙法莲华经啊 使诸佛一切成佛最殊胜的密要法杖 就是殊胜当中的最殊胜 这是佛苦口佛心的说 最后他用了两段 从一百四十四到一百四十九 来要我们所有的弟子 简则自己是好的弟子 或是不好的弟子 下面请看 七十一页 几六 颂减重敦性分二 丑一颂减重 看一百四十四 以五着二是 但乐着五欲 如是等众生 中部求佛道 他说有一类的众生是不好的众生 是没有善根的众生 在五着二是里面都喜欢各种快乐 执着的各种五欲 如是这些众生啊 他不会想求成佛之道 一百四十五 当来是一切众生 有些人有些人心很好 有些人心不好 对于那些心不好的人 听到佛说 一趁佛法的时候 他不但迷惑 不相信 而且会毁谤 甚至破坏佛法 因为这样的恶业 而堕落了三恶道 一百四十六 有惭愧 顿号 清净的心的人 有惭愧心跟清净心的人 他呢 有发愿要求一称无上的佛道 当知道这样的人呢 是非常地殊胜的 所以应该为这样的弟子 真正的讲 一称成佛的法门 对不起 好 好 在这里会回答一个问题 我刚好以为我的问题不见了 原来他又增加了更多了 有两三个连友都问到 日本日连正宗 妙法莲华经的问题 我现在回答 就在这一段 他说师父 请问日连正宗 不是正性的佛教吗 有些道场说它是外道 可是他们也送 妙法莲华经方便品 请你为我解说 好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其实我好几次都不太愿意讲 可是遇到这段经文 我得讲了 听好 日本佛教 也是大乘佛教从唐朝传过去的 所以日本有很多 也有修行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为什么世界能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 然后呢 立刻站起来 因为日本佛教徒里面有百分之七十是念 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的 所以你不能轻易地用一个圆 或者一个音 说他们都不是佛教徒 不要这样亲力下判断 那日连正宗呢 是从唐朝传过去以后 他们修妙法莲华经 我要回答的是说 这一次有讲 见修行果 你要从这里去判断 第一 他的支箭对吗 他们修妙法莲华经 很好啊 这个经里面讲 只要念一句法华经的经文 他将来都会成佛的 所以他既然诵法华经 当然他也是佛法 至于是不是外道 我不清楚 你要看他讲的 有没有违反四地 十二因缘 或六度波罗命 跟十地 假如他违反的话 那只能说是佛教里面的 一个支派 但是是佛教跟其他宗教 混在一起 不算是纯正的佛法 但不能说他是外道 举个例子 台湾也有 新加坡也有 我反问你们个问题 司马路观音庙 是佛教吗 你们都笑了 而且笑得很好 都不回答 丢给师父回答 你回答我 现在你遇到台湾的联友 司马路观音庙 算是佛教的吗 赞成是佛教的请举手 没有举手 今天不能回家 赞成是佛教的请举手 手放下 你觉得他是 外道 外道就是民间宗教的请举手 你觉得 放下 你觉得他是佛教跟民间宗教混 你们最喜欢讲的 参参啊 混在一起 我们在台湾没有讲 参参这个字的 所以我回到台湾 人家说 师父你都变新加坡人了 七七八八 参参 我们不用这个词的 你觉得是参参的请举手 好 手放下 你觉得 司马路观音庙 肯定的是外道的请举手 他不是这样吗 还这样跳吗 还这样吗 还有这样子的吗 你觉得是外道的请举手 所以啦 同样的问题 你要回答 日联正宗 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我只是告诉你 提醒你的 我觉得 司马路观音庙 好的是因为 日聚时代的时候 炸下来的时候 这个地方全部都毁了 只有这个庙没有毁 所以大家才觉得 他有灵验 其实他拜的是准提菩萨 准提菩萨的确是佛教 是观世音菩萨的化现 可是他旁边也拜了 很多很多的功 很多的功 很多的功 越来越多功 所以其实他是 佛教跟道教跟民间宗教 三个混在一起的 你说他有没有用呢 的确也很多很有感应的 我没有否定 了解吗 同样的 当你去看日联正宗的时候 宋修法华经 那绝对是对的 不要怀疑 也不要小看他 第二个 你要看他的见解 是不是佛弟子的见解 第三个 对不对 他是不是修六度万赫 这样子来判断 他是不是真正的佛教 那我问你在台湾 我反问 像一贯道跟道教 你念 那是不是佛教徒 他们也拜观音 像我老爸 天天也拜观音 可是我爸爸 是一贯道的典传师 那你说他是不是佛教徒 不见得念大悲咒 跟观音 圣号就是佛教徒 这不等于 你要真正知道佛法 贵一三宝 才叫做佛教徒 对不对 所以你要知道判断 当然 从观音菩萨的角度 听好 注意听这一段 他是无我的 佛教徒度 道教徒度 一贯道他也度 他千百亿化身都度的 基督教天主教 观音菩萨也化身的 他只是化一个漂亮的修女去的 你不知道啊 他内心里的告诉你啊 对不对 他会慢慢引导你入佛法 所以我曾经以前问过 我师父一个问题 注意听 师父我怎么知道 一贯道里面 这里的是千百亿的 观世音菩萨化身 是真正观音化身来的咧 我师父回答很好 他说 假如是真正的观音菩萨化身 他在化道外道生里面 心会叫你修善 慢慢会叫你 皈依正性的三宝 慢慢变成正性的佛教徒 但是他不会否定前面的宗教 你看 这就是有智慧人讲话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众生 深深知识 他就要先拜神 知道因果 再来拜观音 然后呢 他才慢慢知道 要做善事 再来慢慢修道 一贯道 好多年 好多年 然后道教好多年 到有一事 登起来 他才会喜欢 正性佛教徒 所以观音菩萨也说 众生也要 清静庄严 累结修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你就要要理尽 别的其他宗教 但是你内心里 要选正统的佛教 对不对 你怎么判断正统的佛教 跟不正统的佛教 台湾也是很多啊 什么都拜的啊 大家有没有看过 台湾有 马祖出巡啊 对不对 烧王船啊 哇那真的吓死人了 对不对 那比佛教还兴盛 可是他们也拜观音娘娘的 也观音 也拜马祖娘娘的 什么都拜了 你说他是不是佛教徒 其实他不是 他不是正性的佛教徒 因为呢 从他供的里面 假如是正性三宝 一定是供佛 菩萨 或是罗汉 假如会在参参的供呢 王爷 娘子 娘娘 太子 或是什么公 什么公的话 那都是道教多 或神教多 还有什么 隆隆摆 什么都拜 五教合一 那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 这个问题 希望你自己去思考 我的结论是说 以建修行果来讲 修他修妙法莲华经 假如他也行六度万恨 当然他是佛教 可是或许不是 纯粹的佛教 或纯正的佛教 那至于有人会说 日本的出家人 可以吃肉 喝酒又娶太太 那是他历史的因素 我们在座的 所有的法师 就不会啊 我们都是 新加坡跟台湾 很多的法师 都是很坚持戒律 也利益众生的 所以你不可以 一杆打烧一帆船 这一点是回答两三个联友 都问了很多的日联正宗 的问题 好 再看下面寄送 一百 丑二 请翻开 丑二 宋敦信 请看一百四十七宗 在七十二页 是吗 一百四十七宗 社利佛当之 诸佛法如是 以万亿方便 谁以以而说法 他说 社利佛你应该知道 过去现在 未来苏佛所讲的法 就是一个 他只是用百千万亿的各种善巧方便 为了度众生 因为我们世俗上也说 世俗话常说 一种谜养百样人 众生事实上不种百样 是无量无边的 所以佛只好讲各种的方便法门 随以而说法 让他欢喜 让他先跟佛门结缘 再一步一步的这样学习 最后一百四十八 若其不学习者 也不能够了解这个佛的 了此就是说 了解佛的方便说 跟究竟说 了解佛的大慈大悲 那他是不晓得的 事实上 佛是没有打妄语 他只是方便说 所以如等 如设立佛与 与会大众 法华会上的大众 已经知道了诸佛之诗 一百四十九 所以随着各种善巧方便 而没有各种疑惑 最后两句话请画起来 心生大欢喜 置之当作佛 所以法华经里面 要讲的就是什么 一切众生都会成佛 我经文终于讲完了 接下来再看几张幻灯片 好 这几张是很难得的 我拍的 在菩提家爷旁边有个血迁式的壁画 都是用金粉画的 佛在双灵树下入涅槃 你看 佛讲完妙法莲华经 以后再讲涅槃经 他就入灭了 佛就吉祥握 这时候佛要灭的时候 所有的大菩萨就合掌静静的 注意听 为什么菩萨静静呢 因为他知道佛无来也无去 虽然化身佛视线入灭 可是佛永远与众生同在 所以菩萨只是静静的合掌 可是声闻 你看前面一排 他就放声大哭 甚至有些心肝都碎了 眼睛都练练有满面 因为他不能接受 佛要离开了 这是声闻成弟子 可是菩萨成知道 佛无来也无去 事实上佛现在还在灵山会上有说法 但是你要有功德力才遇得到 接下来佛则入灭以后 现在如意于印度朝圣 叫Kushinagala 居士纳罗城 现在建得很好 是一个纪念佛八大圣地的地方 那居士纳罗城也是佛的一个坛城 也有很多的天龙菩萨 天龙八部 大众的菩萨也在这个地方修持 这个地方我还没有去过 是我朋友去而提供我照片的 接下来可以看到佛的入灭的雕像 Kushinagala 在泰国也有三间房子这么高 这么连着很长的 叫做佛入灭的雕像 就是纪念佛陀入灭了 可是他的法还常在 那佛的脚底有千佛轮向 所以这是佛的Kushinagala 在西藏里面说 金刚乘里面说 若有一个人圣弟子 曾经去过四个地方 一佛陀出身 伦比尼 就是这次我放的短片 第二菩提加爷 上个半年我放的短片 菩提加爷 第三佛转法轮 就是Sarnata Varana Si 第四是这个地方 Kushinagala 第四个圣地 做去一次的话呢 这个人绝对永不堕 三恶道一定会遇到 贤劫千佛 释迦摩尼佛这么说过 所以各位发愿吧 你一生有去过很多地方旅游 新加坡人都很有福报的嘛 圆圆的 一放假 全世界飞的嘛 对不对 除了去欧洲 去美国 法国 巴黎 也应该发个愿 跟朝圣团去佛的圣地 好 再看 佛呢 入灭以后 佛用三昧真佛 火化自己 所以佛教才用火葬 这是跟佛 有一个连友问我 在上一次讲座 对不起 说 师父 新加坡 我要用海葬可以做吗 答案是可以的 不过你要先跟海关人员申请 因为现在呢 虽然海葬也是很好 但是它是符合的 因为人死以后 这个身体是四大消失的 你可以以海葬没有问题 只有中国人 因为儒家的观念执着 一定要留全尸 所以要买地 要下葬 以后还要剪骨头 其实那是很麻烦的 佛教徒不要去执着 你把买地 跟那个捡棺材的钱 去做供养三宝 过慈善事业 不是更好吗 我想新加坡 也没有这么多目的吧 对不对 我们台湾比较大 现在还有 好 火葬可以 海葬也可以 但注意 海葬的时候 不要污染海里的生物 所以我觉得 这个 要好好想一想 而且我想 在新加坡 也是要经过海里面的 海关人员同意才可以吧 不然他以为你去海葬 以为要撒什么东西 对不对 还有一个叫树葬 是未来的 注意听 我也在学习 树葬就是 现在很多公园 你火化以后 骨灰 既然要一个一个骨灰罐 还要这么多的 金山安乐园宝塔 干脆把骨灰 通通来铺公园的树 回馈大自然 可不可以 答案也可以 看你自己做决定 那同时也回答一个问题 有人脸有就说 那假如我的爸爸要土葬 可是我万一要跟他火化 这样是不是好不好 我觉得尽量不要 因为众生是很执着 他要跟你讲土葬就土葬 假如你帮他火化的话 他会来找你算账的 所以先跟爸爸讲好 先跟妈妈讲好 这是真的 我不是开玩笑的 你不要到时候都来找算账 心弘法师你说对了 你来救救我吗 我可不管这个事的 我讲经的 对不起 开玩笑 好 再看下面张幻生片 所以火化以后 佛就留下了舍利子 这些话都是我千辛万苦拍来的 在我朝圣的时候 我也发了愿利益众生 所以后来佛陀就慈悲地留下了舍利子 广度无量无边的友情 舍利子有好多种 第一个叫佛陀三昧真火火化的第一次舍利 这是第一次 第二呢就是在阿育王时代 一二世纪 他开吴哲大法会的时候 舍利再生一次 第三叫做第三次叫衍生舍利 我最近三五年也感谢三宝 感谢我西藏的老师 我真正得到释迦摩尼佛的舍利子 不过不太多科 所以你不要来跟我要 我供在我的佛堂 商业金色 也供在我自己 的确我得到释迦摩尼佛的舍利子 对不对 所以得到佛陀的舍利子 也是很有福报 所以你要很恭敬的礼拜 其实舍利主要提醒你 要像佛一样 昼夜精进 你修文思修 修界定会 将来你火化会有舍利子 我前几天不是举过 徐云老和尚吗 阴光大师 对不对 广青老和尚 都是近代的人 他修行都可以得到成果 所以各位连友 也应当要好好的努力 好 接下来还有连友问我说 师父你有用了很多的照片跟图片 那请问我要怎么知道佛像的照相 好 我公开推荐一两本书 第一个叫文书小百科 请去新加坡珠光大厦菩提长青有卖 第二个文书菩萨 他也有出观音小百科 这位连友你问我的四壁观音照相里 在观音小百科里面有 这个出很好 真的很好 台湾法师做的 非常的赞叹 也有出文书小百科 观音小百科 地藏小百科 我猜将来他会出普贤小百科 没关系 也也出了一本财神小百科 所以因为全世界人都喜欢财神 那这个文书小百科 是作者是见界法师 由项树林出版2004年出的 那本来我在海印股市的时候 是要介绍给大家 但是当时时间不够 要回答很多问题 我在这边呢 也算是第二场演讲 圆满了以后我就可以解脱 过几天我就回台湾了 所以我也正式介绍 文书小百科非常的好 这里面对文书法门 然后文书菩萨的照相 然后呢 都有很多的记载 多读一些 对你是很好的 而且它并不难 看好 它为了现代的人呢 就是这样 编得非常非常好 看一下 一个问题 Q&A 一个问题就只有两页 不会太多 但是有很多的佛像 全世界文物店的这个 它受过授权 博物馆或是各个壁画 它得到的佛像通通在上面 所以这是非常有福报的 那观音菩萨也有观音小百科 所以没事的话 请你看看佛菩萨小百科 好 接下来 讲完法华经 我还是要勉励每一瓶里面 请看幻灯片 要学长步清菩萨 这是释迦摩尼佛的音地 除了我们宋法华经 学法华经 常常要学长步清菩萨的这个典故 若有机会 连友到台湾来 Welcome to Taiwan 欢迎到台湾高雄 有一个叫子竹林经社 它以妙法莲华经 佛法身三宝建的大殿 非常非常的庄严 他们没有给我广告费 可是我欢喜心 真正的为他们介绍 在座有几位连友 曾经跟我联络过 也去过台湾 他也真正去过这个道场访问 所以台湾也是一个佛教圣地 当然新加坡佛法也很兴盛 欢迎你来相互的交流 好 下一个呢 我要教弥勒日巴正道歌 请看第七十四页 我也公开希望新加坡的联友 可以从菩提长青买 弥勒日巴传 或是弥勒日巴的正道歌 希望你读弥勒日巴的传记 也是一个很好的 弥勒日巴的法门 传记呢 跟他的这个道歌呢 也是普传的 你可以学习 也可以唱 也可以思维 弥勒日巴曾经发愿 如果有人听到我的名字 读我的传记 或是唱我的道歌 修我的法门 我将来一定度他成佛去净土 所以大春的联友也可以读 弥勒日巴的正道歌跟传记 那假如年轻的联友 喜欢读英文的 我也附上有英文的书 你也可以找 你也可以用Google Key in 现在网络是很多东西 都可以找得到的 好 请看74页 我今天要介绍叫 12种虚妄歌 各位都有讲义 我先唱一遍给你听 然后待会儿我再解释 所有一切的佛法 最后要修波耳波罗蜜 波耳波罗蜜从哪里下手 从了解苦 空 无常 无我下手 所以各位也希望 我编了这么深的讲义 这么多 回去可以开始念波耳经 你以前念金刚经的人 很欢喜 要念波耳经也很好 小品波耳经 已经附在讲义里面了 将来我会找人 做汉语拼音 慢慢来 没关系 有因缘 我也会发愿 弘扬波耳经 那同样的 在修波耳波罗蜜的当中 要常常静坐 修什么 修是无常的 这是假的 这是会变的 你不要执着它是真的 永恒不变的 就像玫瑰花 越漂亮的花 越有刺 你抓着它 你手就会流血的 所以 希望我这次在 菩提之良论的 龙树的菩提之良论 以及这一经 今天讲经 虽然两个法会 告一个段落 希望你常常思维 苦空无常的道理 一切都是虚幻的 像梦一般 金刚经讲不是讲吗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 因坐如是观 注意后面四个字 因坐如是观 它不是念完就好 念完应该静坐一下 想一想 我今天为什么 又不高兴了呢 我今天又执着了什么呢 我今天又放不下什么呢 所有一切东西 都是暂时的 都是会变的 都是不是永恒的 所以叫虚幻的 请看七十四页三十行 时间主发皆虚幻 我寻求真实意 三乱一乐 皆虚幻 我修喜无耳力 眷属补充皆虚幻 我独自助毛蓬 我独自助毛蓬 财物自去皆虚幻 我若有执着法师 外所现今皆虚幻 我专知观内心 往年分云皆虚幻 我最终出世之 全教许幻 全教许幻 不了已 我未观察了已教 文字经典多许幻 我未羞耻尽要觉 与言谈论 多许幻 我尝无证宽 宋诸 生死而者 皆虚幻 我未观察 无神意 是凡俗之心 多许幻 我未真尽命提拥 心知悉论 皆虚幻 我未安住世相中 谢谢各位的掌声 待会没有付钱 对不起 谢谢 所以你就知道 弥勒日巴是真的 证悟成佛的人 你看他的境界是这么高 请看经文 我简单解释一下 第一授 世间诸法 所有都是虚妄的 因为是虚妄的 所以我真正要追求的是什么 真实的宇宙人生的 实相真理 我们常常会想 我们来人间做什么 人间就像一场梦 人生也如梦 所以我到底要把 精神体力花在哪里呢 寻求真实的毅力 散乱 顿好 意乐皆虚幻 你出去玩啊 偶尔放松一下很好 可是每天星座往 跑出去玩 玩到身心很累的时候 造了很多恶业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恐惧不安 现在的人 新加坡的很多华人弟子 也受西方文化影响 就是什么 享乐主义 活着就是做嘛 每天就是玩 每天就是玩 玩适度的放松自己是很好 可是玩得太多的话 你的心是会越迷惑而堕落的 所以你要了解这些东西都是虚妄的 所以你真正要把生命体来修习 无二的真理 无二呢就是呢 无生无灭不够不尽 或是无二呢就是呢 简单讲超越能锁的对立 叫无二 了解圣异地的真理 般若波罗蜜的真理 请看第二 你今天也有的眷属 虽然家人来演一场戏 你也用了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的庸人 可是什么东西你能带走呢 有些人常常习惯 被庸人服侍习惯的人 接下来应该叫你 自己一个人去住毛棚吧 这是米勒之巴说的 因为你习惯被人家服侍以后呢 你就会很骄慢 应该学至于简朴 还有独立 所以这里讲独自住毛棚 是指要有独立 而且心住在清净的兰若里 假如你有很多的财物 很多生活的资据 再多的东西 断气的时候也带不走 所以应该趁你有福报的时候 把它都做去布施 我若有之做法施 做如法的一切的布施 做功德 请问假如你断气了 你的财产会做什么呢 有些人可能三分之一留给自己的子孙 有些人三分之一会捐给慈善事业 有些人三分之一会捐给佛教的三宝 这还是友善根的人 有些人是铁公鸡一毛也不拔的 可是呢 你死的时候呢 比铁公鸡还凄惨 所以一毛也带不走 请看第三 外所显现的境界都是虚妄的 不管人家碰到对你好跟不好 你要告诉自己 好跟不好都是假的 不要太执着 有些脸友虽然很虔诚 但是都是希望说师父说他好 脸友说他很庄严 他很精进 遇到这样做我的学生的话 我是专门戳他的 我就是戳你的执着 因为到时候你都放不下的 知道吗 所以做我的学生 也很不容易 不要说太多了 这个录音带将来我学生会听到 故我专治观内心 外面的境都是假的 所以念佛的时候 不要心看外面 看你的内心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教你 观想念佛 迟迷念佛 待会还要教 唯心念佛 你要看你的内心 接下来也有脸友会常问我 师父我用功的时候啊 妄念纷飞怎么办 看这里 妄念纷约绝虚妄 妄念纷飞没有关系 就看着他的妄念 你今天不高兴 你就看着 哪里不高兴 你就看他那念头 他就不见了 你今天跟人家呕嘴 那你就看 呕嘴是什么 赌气是什么 你就看 你觉得呢 我今天放不下 我很生气 你就看 谁在生气 看久了以后 他念头就不见了 这是波尔波罗命 修行的方法 所以万年来了 不要急 慢慢修 慢慢修 他自然就会消失的 所以我应该把 正念呢 去用在追求 初世间的智慧 接下来看第四诵 全教虚幻不了义 我为观察了义教 听好 佛讲经无量无边 他有说过 有了义跟不了义 举方说 八大人绝经 十善业道经 父母恩仲难报经 很好 那是不了义教 那个很重要 可是那个人 只能让你做仁天秤 可是这个妙法莲华经 是了义教 华言 法华 般若 乃是晋佛国土 乃至于维摩结经 都是了义教 所以你要多语习 多听大乘的了义经典 不懂的话 先不要批评 多请教善知识 多跟莲友讨论 也多请教师父 文字经典多虚妄 意思是说 文字般若很重要 但不要执着文字 像中国很多文人 苏东坡 白居易 都才高八度 都喜欢读中国的金刚经 都喜欢 做诗 淫词 然后呢 像文人的那个习气 不要学那些 因为那些东西 只是概念而已 不会让你出轮回 要把文字 转为 关照般若 跟实相般若 所以他在后面讲 我为修持 金要诀 金要诀是讲 关照般若 跟实相般若 前面的文字呢 是讲文字般若 它只是一个工具而已 接下来 第五个 有些很怜悠 因为自己很聪明 读了很多书 也喜欢跟人家辩 他说 语言 谈论多虚妄 谈论要谈论佛法 不要做有意跟无意的辩论 为什么呢 因为辩太多了 你还是不能出轮回的 虽然学者 他也有学术功德 叫academic merit 但是学者 若是不真正 归一三宝 不修行的话 他还是会轮回的 我也在国外留学过 我也知道 有些学者很好 可是有些学者的 私心跟品德 就很不好 接下来 当你碰到人 跟你谈论 辩论的时候 什么 保持微笑 我常五整宽松住 常是指时常 五整宽松 就是个我教你的 背做直 身体放松 看自己的念头 这样你的心 就会定下来 生跟死 也是虚化的 我们人 生死就像一场梦 所以生了又死 死了又生 所以死亡本身并不可怕 怕的是呢 你死了以后 你要去哪里 你不知道 还有死了以后 你能不能做决定 你要去哪里 但是你若是 真正一个 很精进的佛教徒 修个一辈子 二三十年 你若到预知实至的时候 就恭喜你 你生死 你真的要知道 要去哪里去了 比如说你要求生 极乐世界 或同方求生 东方要是净土 或是呢 你来生继续行菩萨 到起码生死 你可以自己做决定 那很好 所以要常常观察 无生的道理 无生就是菩萨波罗蜜 所以要读菩萨经 所以我可以告诉你 白教真正的大手印 跟红教的大圆满 就是 摩赫菩萨波罗蜜 他讲的境界 就是菩萨波罗蜜 只是他有更多的善巧方便 让你思维或教授 接下来看第六诵 凡俗的心 都是很虚妄的 都是假假的 你想想看 你跟佛教族相处很高兴 跟世间人呢 都是相处都是假假的 你也不知道你讲的话 他高不高兴 对不对 今天得罪了他 他就不高兴 他心中就会打一个black mark 到年底一收到呢 奖金的时候通知到 哎呦 我被炒鱿鱼了 世间的都很虚妄的 对不对 你奉承你的老板 对不对 他也不知道高兴不高兴 只要拍破马屁的时候 还会被马腿踢一次 所以我觉得自然跟真诚就好 所以世间虚妄的心 看这么多 你觉得到底真什么呢 所以佛经常常讲 万般带不去 只有夜随身 聪明的人 是你在有生之年 用你的精神体力 好好学习佛法 好好行菩萨道 好好利益众生 那你来生 一定会比今生更好 所以下面讲 我为真净明体用 明体用 注意这就是金刚金讲的 体相用 我要增长的是 我在智慧上 对任何一个东西 是体相用的 举一个例子 茶杯 我讲过 相 是什么颜色的呢 是圆的方的呢 不同角度 有不同的相貌 体呢 是空性的 用呢 它除了喝水之外 也有很多很多的功用 所以你慢慢常常用 体相用的角度 去看很多事情 慢慢你智慧就挣扎 最后 心直系论皆虚妄 心假如执着一个法门 或一个角度 而更加辩论的话 那也是没有意义的 最后我要心常常安住 在实相体性当中 这个才是很重要的 这个是十二 虚妄歌非常好 若你不用唱 也可以多念几遍 多想一想 为什么这些虚妄的东西 我都执着把它当真的呢 为什么这些真的东西呢 我永远不了悟呢 为什么这些东西 我永远这么执着呢 好 就告一个段落 至于妇禄三 余且十八乐 很抱歉 这次时间不够 我没办法教你们了 真的 我只能留到下一次 接下来我要讲 唯心念佛 请注意听 讲完你唯心念佛以后 我会回答问题 看 幻灯片 唯心念佛比较深 注意听 大乘在观无量寿佛经讲 是心是佛 是心做佛 他有这个道理 但是呢 知道修行方法的很少 注意听这一段 幻灯片我打了 你可以慢慢抄 没关系 这段话很重要 注意听 我查过很多 净土宗经论 也读过很多佛教史 在唐朝以前 善导大师 他们是有修观想念佛 也有修唯心念佛 怎么知道呢 从东环的石窟 跟壁画里面 还有很多的文献记载里面 他有 可是从唐朝 善导大师以后 大家都只知道说 慈敏念佛很好 所以观想念佛 没有人弘扬 这个观想念佛 也没有人教 大部分人只是 慈敏念佛 就是嘴巴念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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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心念佛呢 那就更少了 所以底下的这一段 听好 我经过我西藏 一个老师的同意 我可以公开教 我能教的就教 不能教的呢 等以后的因缘再说 所以 我阻止了 如果我拥给你